Hello,大家好,我是唐思榮 多謝你們收看Save with Stories 香港舊助兒童會 正在為香港若勢兒童仇股 去幫助他們,提供他們教育的支援 希望我講完這個故事之後 你們都可以去到捐錢 你們可以去到他們的網站 又或者scan他們的QR Code 你們每一個支持 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今天我就是會講這個故事 阿文很喜歡畫畫 任何的時間、任何的東西、任何的地方 他都可以畫 有一天,當他正在畫一些花的時候 他的哥哥毛毛站在後面看著他 毛毛突然大笑 嘩,這是甚麼來的? 他就問 阿文一下子不知為何他回答不到 他就把那幅畫拿起來 扔到房間的另一邊 毛毛的笑聲 原來令他很不舒服 他一直畫 想要把一些東西畫得很像真的一樣 但他一直都做不到 他試了好幾個月 扔了很多張畫紙 最後他放下一支畫筆 他說 我不畫了 阿文的妹妹阿文看著他 阿文很不耐煩地說 你做甚麼? 阿文就說 我在看著你畫畫 阿文就很生氣地說 我不是在畫畫 你走開 阿文就把所有 丟在地上的字 全部抱著 一路跑一路跑 阿文一路追著說 拿回來的 他妹妹從客廳一路跑到他的房間 然後當阿文打開門 準備大叫的時候 他看到他妹妹在牆上 突然間 他有一種說不出話來的感覺 原來他妹妹把所有畫 都黏在牆上 他看著一張張巢的圖畫 阿文就說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阿文就說 噢 那個是花來的 不過阿文就說 唉 看上去都不像花 她妹妹就大聲說 不是呀 我覺得很像 噢 像嗎? 阿文 於是就 走近那幅畫在前面 很仔細地研究 突然間他發現了自己的看法 好像有點不一樣 嗯 他自己自然自然的感覺 好像是有點磁化 突然間阿文呢 他放鬆了他的心情 他覺得自己又充滿了活力 他心裡想 其實只要自由自在 把一些東西畫出來就可以了 於是 他就開始畫出自己的感受 突然之間 他有很多很多的靈感 他不再擔心了 阿文又好像以前那樣一路畫畫 畫周圍的世界 能夠將一些樣子畫出來 令到他很開心 阿文 他又好像以前那樣一路畫畫 他畫周圍的世界 今次他可以將一些東西 完完全全這樣畫出來 他非常非常開心 他本北的堡上面呢 他全部都畫滿了樹啦 屋啦 船啦 魚啦 太陽啦 每一個感覺他都畫了出來 他有畫到和平的感覺啦 愚蠢的樣子啦 拼品的樣子 這種的畫畫方式 給了他很多寫作的靈感 他不知道自己寫的是不是詩 不過他知道有詩的樣子 一個春天的早晨 阿文有一種美好的感覺 這種感覺 是文字都說不出來 圖畫也都畫不出來 決定了不再寫 不再畫 只是細細品嘗 從此之後 阿文就一直用自己的樣子 一路這樣生活 希望你們會喜歡啦